庆祝儿童节 华联县政府洗手复礼香农会 30号举办了儿童节庆祝活动 赏竹踏青健康购 邀请包括华联县有25所的援所 一起参加 现场徐政委到现场和签名的亲师生一起同乐 度过了温馨快乐美好的周末假日 华联县政府洗手复礼香农会 30号办理了113年儿童节庆祝活动 赏竹踏青健康购 邀请包括了花莲县总共有25所的援所 县长徐政委丽临 与签名的亲师生一同同乐 度过温馨快乐又美好的周末假日 这个儿童节的庆祝活动 移到南区就是希望 让我们所有的乡亲 所有的家长 爸爸妈妈还有孩子们 认识有与众不同的花莲 也以花莲为自豪 而且会让我们的孩子增长视野 让我们孩子心胸宽阔 教育处表示儿童节庆祝活动 已经连续办理第九年 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希望家长 可以多带孩子到户外活动走走 探索这个对儿童还 懵懵懂懂懂的世界 对于正在学习成长的幼儿 非常重要 那这一次的活动呢 最主要的也是搭配了我们 复理箱的竹博览会的一个活动 所以呢安排了非常多的一个床观 然后还有我们的竹艺竹工艺的一个 参访跟体验 那我想呢今天的一个活动呢 在大家我们的老师 还有家长的一个带领下 我们的孩子呢 一定会非常的有收获 这次活动配合了复理箱农会办理 以竹生活为主轴进行各项活动 除了观赏艺术家们精湛的竹边技术 呈现属于台湾的礼山动物姿态之外 更可以漫步在花莲县政府举办的 二十大绝美步道之一 更透过接触森林分多金来达到疗愈成效 这叫高雄双福利箱采访报道